土林大哥 為什麼 為什麼從南港的無雙 在金茂二路 2500的基地 136戶 你買的是A10樓的90坪 然後應該是高美來買 是99坪的泉狀 一直到這個內湖 怎麼不講清楚 是買房子無罪 是你的權利 為什麼不交代清楚 為什麼 因為我也有認識人中 住在工業宅 這個其實他們就是搞鬼 而且這個是一來檢查 就抓到的 因為你已經把屋子裡面 都已經裝潢成住宅的樣子了 所以你還要另外花錢 讓人家不來檢查 這是一個很重大的重點 就是說你不只是違法 而且你還要行賄 然後呢 不然你被檢查之後 你可能 對啊 你被檢查之後 你就要 你的裝潢全部都拆掉 你全部都拆掉 對啊 所以他住的 是很便宜 但他也是住的站在 他說古城都要去 學生就對了 所以買這個房子是這樣 那至於現在這一間 那個何庭灣說 對啊 庶民都有買房屋的權利 沒有錯啊 都有買房屋的權利 但是我們有買七千萬房子的能力嗎 能力嗎 而且你在騙大家說 你們是為了來臺北發展 為了來自住 請問什麼人 在臺北連工作都沒有 你就敢去買房子 還去買那麼貴的房子 你就是在炒房嘛 你你這樣搞臺肥 臺肥整個不但違反公司吧 因為你不可以借貸給 對沒有來往的這個個人 尤其是借那麼久 而且你又沒有在重大的財務上申報 所以你又違反證交法 所以你現在涉嫌背信 涉嫌圖利 好他們就來供小英了 這是他們固定的這一套 反正對 供小英什麼 對就是小英土地要 蘇鼻炒地 好那很簡單 因為小英沒有違法 對啊 因為小英沒有隱瞞 小英沒有逃稅 韓國瑜你逃稅 你這個七千兩百萬的豪宅 你賣給人家你就逃稅 你說他賠錢 哪裡需要繳稅 對不起 他沒有過戶 沒有過戶 你賣房子 你一千八百萬自備款 你沒有從對方拿過來嗎 有嘛 那如果你要不用繳稅 是你要買的房子賠錢 比你錢一棟的價格 還要高 所以你才可以不用繳稅 但是事實上 你並沒有過戶 所以就沒有這個拿這一房 抵那一房的問題 所以你拿那些錢 你就是逃稅 你擺明了草房逃稅 你還不承認嗎 所以這樣子的 我韓國瑜不要小看 這件事情 這件豪宅案 就有可能是宋楚瑜的新票案 這麼嚴重嗎 對沒有錯 你因為民間就像當初 那個北農那個吳 吳英寧的事情 吳英寧 今天一個月拿十五萬 大家覺得說那沒什麼 人家有那個本事 別的職位 可是你知道那個在民間引起的反彈 就是說你憑什麼一個小鬼 拿那麼多錢 現在同樣的 你憑什麼你韓國瑜買那麼多房子 對啊 你要不出來 吳英寧是很專業的 對 對啊 人家吳英寧事實上是做得好的 只是大家就心裡的那種感覺 那今天同樣的 你韓國瑜 你擺明了第一點 你就你你不但欺騙 你還逃稅 你出來講清楚 你你到現在不敢講清楚 你講不清楚 你們兩夫妻拒絕回答 如這個落荒而逃 那好啊 你就讓他 讓他繼續發酵下去 所以你看 好容易弄個張善證出來 沒有人要理他 因為你好窄還沒搞完 對 昨天知道 到底這個實破今天 是一個大事 對啊 所以問題是他就 所以誰 他怎麼說 還有五顆核子彈彈 要丟他 沒有人要丟他 他自己在身上一直自爆 他根本就是一個自殺炸彈客好不好